中庫的所持紀錄台湾人的聲音 大家好 我是幽英龍教授 歡迎收看臺灣民意這個節目 做回來探討真真正的臺灣民意 今天有兩大重點要來跟大家報告和討論 一個是元首外交 另外一個是總統聖門 蔡英文總統兩天前 從中南美洲回來 万里挑挑 能說相當的辛苦 完成後他進來第五次出國訪問 大家知道中南美洲巴拉圭是在什麼地方 我跟大家報告 我去過巴拉圭 那是要背半的地球 或是要背二十幾點鐘才會到位的地方 非常非常好 所以這次總統出國訪問 確實真的相當的辛苦 大家肯定 臺灣人對蔡英文總統這次出國訪問的 經濟感覺如何 臺灣人是不是贊成總統 經常出國去拚多高 這是有處理冰箱 重要的問題 今天是這次出國訪問的六三幾 以外發生八十五度C的加比的事件 這個阿公啊 這個做事情 真無漸漸 讓臺灣人流露來真沈激 真壞的影響 臺灣民意基金會 八個全國性民調特別 針對這些問題做研究 並且得到真正 真有處理的發現 但是一一向大家報告 除了這以外 蔡英文總統最近的聲望如何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稍後來跟大家分析和報告 臺灣民意基金會 八個全國性民意調查 是八個十三十四 兩天完成了 所以可以說是 剛出爐的最新的民意調查 對這項民調進一部相關的訊息 有趣味的朋友可以像臺灣民意基金會的官方網站 www.tpof.org 去查詢 首先我們來看這次 這個總統出訪臺灣人的政體感覺如何 大家都知道 中華民國 臺灣 自1970年 被迫離開 聯合國之後 國際外交的處境 非常感染 所以 完秀 出訪 由李定輝總統時代開始 經過丹水比 馬英九到蔡英文 每次都是讓作動靜觀戰 大家都很注意 蔡英文總統這次 中南美洲這個訪問是他就任了第五次 所以臺灣人到底對蔡總統這次去 巴拉圭以及白里斯 有什麼感覺 我們集中問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蔡英文總統現在出國訪問 中南美洲 優邦 巴拉圭和白里斯 並且在美國過境 你覺得蔡英文總統這次出去 對提升臺灣國際的能見度是不是有幫助 結果是怎麼樣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 因為有幫助的百分之五十點二 沒有幫助的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不意見百分之一點七 大家看到這個折線圖 還比較古特 來精特 呈現出臺灣人的這個 對這次蔡英文總統出國的一個感動 臺灣國際能見度是一個經年變作 是一個問題 過去四十年來 因為臺灣受到這個國際社會的這個 這個我們說孤立 這個主要是受到中國一個中國政策的影響 所以臺灣要在國際社會出現 臺灣總統要在國際社會去參與什麼 其實相當的困難 所以為這個民意調查裡面 我們看得出來 臺灣人有關手的人 這次感覺蔡英文總統出國可以提高 臺灣國際能見度 但是有三千九的人也覺得懷疑 真的這樣就對了 整體來說這堅持臺灣多數的人 對蔡英文總統這次出國的 這個訪問是堅定的 有一個比較有趣的比較 就是說今年四個蔡英文總統去飛舟 他去飛舟十多季籃 那時候臺灣民意基金會員也做到的調查 我們來比較這兩百的這個調查結果 來看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 歐盛這條是代表四個這個 蔡英文總統去飛舟訪問的這個政行 紅色還是感染這條是代表這個 這次中南美洲之行 我們看得出來 理工一百年四個 臺灣人感覺蔡英文總統去飛舟訪問 感覺會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的只有四千 百分之四十點三 認為沒有幫助的百分之五十點三 這次呢 中南美洲這個認為說有幫助的就已經有百分之五十點二 認為沒有幫助百分之三十八點六 如果這個政客看起來 臺灣人對天然感覺蔡英文總統 這次去中南美洲的這個 比較成功就對了 我想這中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美國 因為在美國過境 受到美國政府 可以說很好的這個對台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差別 那麼在這裡特別來跟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臺灣古董以來 國民黨和民進黨 對外交和廣法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的政論 就是說到底廣法關係比較重要還是外交關係比較重要 都一個比較重要 那麼國民黨 尤其是馬英九政府時代 是主張廣法關係比外交關係更重要 兩岸關係高於外交關係 所以在這個核心思維裡面去推動這個 所謂的活力外交 外交收兵 這樣頂頂 但是對民進黨來說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因為外交的關係比 兩岸關係更高 這是兩種不同的觀點 到底臺灣人怎麼看這個事情 這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們 對這個問題我們是這樣問 就是說在臺灣 有人認為兩岸關係比外交關係重要 為了拚命刺激中間 臺灣最好停止國中 提升國際地位的努力 可比說加立聯合國 還是總統出國 方問請問你贊成還是不贊成 你贊成嗎 結果是怎樣 我們來看 贊成的百分之二五點六 不贊成百分之六十二點五 那麼這牽連是一面倒的一個意見欣賞 大多數的人都不贊成 那麼大家注意的是 有百分之二九點九 三成的人強烈反對 說這個 兩岸關係比外交關係更重要 非常贊成的也有百分之八 那麼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意思就是說 你二十歲以上的臺灣人裡面 有六成三的人基本上不贊成 兩岸關係比外交關係重要 贊成的只有兩三六 那麼臺灣的主流民意 顯然是相當清楚 那麼這是 在這個問題上面所現實出來 整個臺灣的民意是這樣 所以臺灣社會絕大多數的人 是其他臺灣要走出去 你國際社會可以立足 不是說只要在這個雄法官裡面去找臺灣的國際空間 那麼 這個問題我們以前也曾經做過 那麼我去做一個比較有意義的比較的時候 這是一個很好的度 這個20126個8做過一次 2014個做過一次 20188個現在人又做過一次 整體來看 不管這個 紅色這條線就是代表 不贊成說 兩岸關係比外交關係更重要 雖然看來一路 好像有比較多 十幾百分點 但是基本上 多數的人 要是站在主張臺灣 應該要走出去 這個立場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說 贊成說兩法官的比外交關係更重要的人 也已經開始慢慢增加 這也是一個數字 我們要去注意 20126個 只有百分之 這個十四點六的人 會贊成說兩岸關係 高於臺灣 高於外交關係 但是到2018個的時候 已經升到25.6個 這個改變 我如果是一個 很大的主意的一個改變 是不是代表 臺灣內部 有相當一部份的人 已經開始慢慢受到中國的影響 那麼 贊成兩法官的比外交關係更重要 很大的主意 這段我們先說到這裡 一段正因就回來 蔡英文總統這次去中南美洲訪問 民調現實受到臺灣人的基台和卓博 他現在已經回來了 這次 相對 成功的一次出國訪問 是不是有可能 來提高 蔡英文總統的成功 這是一個 若人好奇的一個問題 這次 臺灣民意基金會 八月剛做完的這次的調查 就針對 總統的成功 繼續每個月都有做調查 這次也是一樣 我們來看看 到底總統的成功 是不是有提高 我們問說 蔡英文總統就任 已經兩年多了 你贊同或不贊同 他處理國家台所的方式 包括重要人數安排和政策 結果是怎樣 我們趕緊來看看 贊同的 有百分之三十三點三 不贊同的百分之四十九點九 不一定百分之七點三 那不顯然 這個不贊同的人 還有比贊同的 會計差不多十七趴 那不然 這一步我們來看看 靜替的這個 臺灣民意的這個 靜替的情形 就是說 有百分之六點九的人 是非常贊成 蔡英文總統的這個 施政的方式 他贊同國家的方式 處理國家台所的方式 但是有百分之二十一點四的人 是強烈不贊同 強烈反對的 這是一個特定主義的現象 那不然跟 上個月畢竄進行的 如何 上個月這個 我們那時候說 七月前 讚同蔡英文總統 處理國家台所 方式的人 百分之三十三點四 那不然 現在是百分之三十三點三 差不多沒有什麼改變 不贊同的 七月百分之四十九 現在百分之四十九點九 也差別不大 所以你看看 這個民意調查所 顯示出來 就是說七月八月 基本上是一樣 那不然就是說 蔡英文總統 在這個過期 一九月來 基本上這個 真的沒有什麼改變 民眾對蔡總統這個 政府表現 基本上 或是不贊同的 多很多 就對了 多十七的百分點 這是一個相當大的 一個問題 我們稍後再繼續分析 我們來看一個 比較整體的一個 總統三萬的趨勢圖 這是離空一六年五月 開始做的 那時候蔡英文總統的 三萬是相關的 日政當中 百分之六十九點九 那沒有 立正這條書顯示的 紅色這條書顯示的是 代表對 不贊同的 不贊同 那時候 不贊同的真正 離空一六年五月 不贊同才八點八而已 這是一個開始 一個起點 連後經過兩年 三個月之後 這個政體就是代表 蔡英文總統 政代後的歷史 用科學的所持 來紀錄台灣人的聲音 這是最具體的一個表現 所以你看看 現在到這裡 最尾到這裡四十九點九 比三十三點三 這是目前蔡英文總統 這個三萬的狀況 現在可以說是蔡英文總統三萬 仍然 還是說持續 那個停滯不前 持續處於低點的狀態 那這個學習的度 要怎麼解讀 我是用最簡單的方式 來給大家報告 我說蔡英文總統 目前剛才一個 我形容說是第二次執政困境的時候 第二次執政困境的意思 什麼叫做執政 執政的困境 很簡單說就是說 不贊同總統處理 國家代事方式的人 比贊同 他的人 比較多 這就是一個執政困境 慢慢形成 如果不贊同他 處理國家代事方式的人 比贊同的人 比如說十七二十個百分點 標示這個有一個 很大的執政困境存在 這個概念 是非常有效的一個概念 我們只看這個圖 裡面 我們看一項 因為離空一六年 十一月 這個蔡英文總統 開始進入第一次執政困境 那時候 不贊同的人 比贊同的人 開始比較多 然後這個情形持續 十九月 離空一六年 十一月一直到 離空一七年的九月 這麼長的時間 我們不贊同的人 比雷都超過 贊同的比雷 很多 這是第一次 那一次 因為這個 隔壁換人 之後 勸勸勸 議長站起來之後 蔡英文總統 這個民調 一聲就穿起來 穿十六點六的百分點 那就是 九年九月的事情 九年十一月開始 那麼再一次 蔡英文總統 由民調的 這個調查的結果來看 現在開始 含入第二的執政困境 裡面 九年十一月跟 政委寺 為這 一路走來 開口 都相當的大 跟政委寺已經十五月了 不知道當時會結束 不知道當時會結束 要怎麼結束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所以 蔡英文總統 為什麼會面對 這麼大 一個極限的困境 稍後我們做 淡薄的分析 在這裡我前一步 要跟大家報告 就是說 我們去問說 什麼人贊同 什麼人不贊同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的分析 有在這裡幾項 我覺得很重要的部分 首先 在年齡層方面 我有看到 二十五歲至四十九歲的民眾 是不贊同 蔡英文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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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七十歲以上的人 以外 從這個背景來看 蔡英文總統 除了在到 退休的人 以及學生 稍微有比較多的支持 以外 第一 生理人 自行上企業主 或是說 高階層的 這個白領人員 基層白領人員 或是軍工工 人員 老公家庭 家庭主婦 以及無業待業 這裡面 不贊同 蔡英文總統 蔡英文總統 國家庭主婦 都是很明顯 都減多數 所以 農民 這是最庭民進黨的一頓 也出現說 贊同跟不贊同 都一頓一頓的現象 是很大的注意 在政黨人動方面 民進黨人動這裡面 有七千三的人 現在繼續在庭主婦 削英文總統 但是已經有八千十的 國民黨任黨這裡 到五千的中性選民 不贊同 削總統的 國家領導方式 最後一個 第一 這個地緣政治 就是全台灣 這樣 為地理的角度來看 目前 除了民進黨 傳統的大本領 分家籃 跟高雄 賓東 平洋 這個讚同 跟不讚同 削總統 國家領導方式的人 差不多一頓一頓 以外 台北市 新北市 桃竹苗 中張頭 基於發動金馬 這些地方的人 不贊同的人 都很明顯 都是很多數的一邊 所以 委託總統想望 會形成這款的困境 會這樣停滯不前 這是 我想這是一個 很重要的問題 也是很多人 心來疑問 我簡單說一項就好 就是說當削總統 他感覺很疑問 就是說 為什麼他做到 關樓 去逛到關樓 為什麼他做那麼多的事情 就是 人民都不敢 不敢 不敢 這麼多 他心裡有這個疑問 我相信 為他最近的 講話 聽得出來 我覺得當削總統 有這個感覺的時候 他應該要想一個問題 就是說 他是不是 沒有為人民的角度出發 他是不是都為自己的角度出發 意思就是說 都為自己存到好心好意 說 我要為台灣社會 為人民做什麼做什麼 我實際上我也做多少 做多少 但是人民就沒感覺 人民 沒感覺的時候 這就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現在要說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 那像馬英九政府時代一樣 這種情況 也社會很多批評 說馬英九 都做他自己想要做的 不顧到 人民想要愛的是什麼 不是為人民出發 是為自己的角度出發 這確實會造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 政府的想做的事情 或是說 削政府 削英文總統想要做的改革 或是頂頂要做的事情 其實不是人民真的想要愛 台灣既然有一句政府 說要拜佛祖也要顧眼睛 意思就是說 情形跟物質都要檢固 這是對的 這是好的 如果缺一不可 所以一樣 就是說政府市政 也是應該要符合這個原理 就是說政府一方面 你要創造優利的環境 讓人民吃的肉 穿的燒 住的棋 不只是擔心 煩惱自己 或是家庭的經濟狀況 另外一方面 你也要讓國民 感覺有尊嚴 有安全 有自信 怕會出去 不會漏氣 精神跟物質 如果都可以讓人民感受 很好的時候 總統的想法絕對是大 如果兩方面都做不好 好比說 人民希望贈贏 或是說人民希望 台灣要加進聯合國 或是要提高台灣人的重點 如果這做不夠 這就是 兩拜佛祖這部分 也做不太好 如果說過得到就是經濟問題 所以簡單說 拜佛祖也要顧目 政府這兩件事 都要做好事 總統三萬絕對會背起來 不會這樣繼續 一直降下去 今天講到這裡 後禮拜 很多時間再會 我們要嘗試 還是帶來 更多事 更多事 您操縱 兩 請